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陈律师播报 我是美国华安顿的陈绍铭律师 在这一期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Ice 美国移民执法级 这个Ice呢有点像这个英文的那个兵的Ice 那经常呢大家听到就说Ice 那个Ice又在哪里抓了多少人 特别是川普上台以来呢 Ice呢又就是他的 抓了很多 有时候不但是 非法移民抓了很多有合法身份的 那个就是移民 所以呢这个Ice曾经有人就是有民主党说要 把这个机构给撤销了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当然还没有撤销 Ice呢它是 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局的一个机构 它呢实际上那些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 负责抓捕或者处理 违反了美国法律的 移民和 就是非法移民 那他的管辖权呢 就包括所有的外国人 不管你是 移民 合法进入美国的 还是 那个以任何 类别签证 移民签证 或者非 那个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的 外国人 他还 他的管辖权呢 还包括了美国的永久居民 也就是说即使你拿到了绿卡 那 如果你在美国犯法的话 你还是会 Ice还是可以把你抓起来 那 Ice呢 他的这个权限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因为在美国的话移民 人口已经占到了他的总人口的 超过百分之十 所以呢 那个美国呢 他这个4万个 移民执法局的人员呢 他可以有权去逮捕 如果他有 那个证据证明你 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不仅仅是移民法 就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那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 那Ice呢 就是移民执法局呢 可以把你抓起来 当然如果你是偷渡进来的 或者非法入境的 或者是其他就是 没有在美国 移民 就是逾区居留的 那他肯定是有权 然后在如果这些人 没有在犯法的话 他有权把你抓起来 那到目前为止呢美国 已经超过1500万的 那个非法移民 所以呢把这些人所有的 非法移民抓起来 那个 送走呢 是 不太现实 也不太可能的 那在奥巴马年代呢 就是他有个 移民的这个 递解的 优先 就是说 他要递解的那些人呢 主要是 那些 在美国 有重大 刑事犯罪的人员 那川普上台以后呢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是 只要你在美国 有任何不良记录 有 可以递解你的理由呢 他把你 都把你递解出境 包括已经 有合法身份的人 包括你已经跟美国公民 结婚的人 那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案例 就是说 他 丈夫是美国公民 这个女呢 这个 墨西哥女的呢 他以前非法入境被递解了 然后他又再次入境 跟这个美国公民 美国的这个 军队的人员 结婚了 就是但是呢 没有合法身份 没有调整过来 然后在美国已经生活了近20年 有两个美国的孩子 美国的公民的子女 但是呢 他还是被递解了 所以现在这个 爱死的这个执法的力度非常大 我们有很多中国的 客户 比如说我们有的一个案子 就说是 他有递解令在身 然后呢 那个 因为交通违规被抓起来 经常有因为DUDWI 和酒驾的或者交通违规被抓起来的 客户 然后呢 到了被爱死抓起来以后呢 很快就被爱死递解 就很快被 被这个移民执法局给递解了 那现在呢 就是讲这个移民 执法局呢 讲两个相关的概念 一个呢 叫做那个 居留令 就是detaining order 爱死呢 如果你在美国犯法的话 爱死可以 就说是 根据相关的法律给你发一个detain order 也就是比如说你在美国 打比方说你偷了东西 然后呢 他你正好有发觉你的 签证已经过期了 或者 你正在等待 移民 那个政治庇护的上庭 或者怎么样 那爱死呢 他有权给你发一个detainer order 那经常我们有这种客户就说是 因为什么原因 他上市了他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然后同时呢 他又犯罪了 酒驾偷东西 那个被指控重罪 那个assault 就是打架 不管怎么样的原因吧 如果你因为 在美国上市了合法的身份 然后呢 又被 那个 上市了合法的身份 又在美国犯罚 又被美国的当地的警察抓起来的话 那 就是美国的 就是移民执法局 爱死可能会给你发一个detainer order 那 大家知道 都听说过这个sanctuary city 就说有些 州呢 他不愿意配合 和美国 移民执法局的工作 不愿意配合爱死的工作 就是你发你的 居留令 我 我 放我的人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的州 包括我们所在的 马里兰州 福吉尼亚州 那如果你 你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然后爱死 发了一个detainer 的话 百分之百的 那个当地的 移民执法 就是当地的那个 警察局 detainer center 会通知美国 移民执法局 然后呢把你 转到美国移民 移民执法局 做下一步的 地解程序 所以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忠告 就是 如果你 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 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 一定不能 犯法 因为你一旦犯法的话 他 你是外国人 你一旦犯法 哪怕你是 永久居民的话 都会倒置 啊 就是 惹上这个 移民 执法局 然后 导致就是 你可能 有被 地解 那还有呢 就是说是 有些人呢 有些我们的客户 已经有 那个地解令在身 地解令呢 我们现在 就是叫 removal order 就是说 已经美国的移民法庭 下一集呢 我会介绍美国的移民法庭 那美国的移民法庭 已经要求你 离开美国 这个时候 如果你已经 如果 如果你有犯罪的话 他美国移民局就直接把你地解了 所以的话 这个地解令的话 是 如果你已经有地解令 有很多我们早期的 偷渡到美国的客户 然后申请着 庇护失败了或者怎么样 丧失了身份 然后又有地解令 在这种时候呢 大家 更是要万般小心 那一旦 美国移民局 爱死抓到你 所以爱死抓到你就说是 如果你在美国犯法 然后你一打指摩 查出来了 当地的那个警察查出来说你有地解令 查出来 就是你有犯罪 然后他 通知美国移民执法局爱死一查 你有地解令 那等你这个刑事案件结束的话 美国的这个移民执法局爱死 就会把你马上接走 遣送出境 这种已经发生过很多 所以呢 就是说是如果有地解令的人的话 客户的话你 更是要万分小心 不能有任何的 犯罪 或者违法 就是不能有 就是被警察抓到 那 即使你有地解令的话 你可以申请把这个地解令给取消掉 就是 你可以申请 Find a petition to remove你的 remove 或者是revoke你的那个 那个 removal order depotation order 这是呢 就是要找 找专业律师 那如果你有好的理由 然后呢 你这个 在美国生活了 也很长的时间 然后呢 你有这个 即使你有地解令的话 这个地解令是 有可能 有可能被取消了 但是现在越来越难 但是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如果你有地解令再生的话 最好是找一个和好的途径把这个 地解令给取消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陈利时报 播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